前棒球选手肉搜网路领霸女儿的酸民 如果想搞网路领霸 还真的也搞清楚对方有什么靠山啊 要是惹上这个前职业运动员老爸的话 麻烦可就大了 美国前职棒选手Kurt Schilling的女儿 刚上了Silva Regina大学 并将于明年开始打累球 爸爸当然也颇引以为傲 上周在推特上为爱女打气 但有网路就会有酸民 竟有人开始针对他女儿 做出含有性暗示的低级留言 Kurt周日就在网织上表示 他对这些缺德家伙的行为感到震惊 他不但揪出两名当事者 还公开了他们工作单位的资料 被Kurt揪出点名的这两名学生 下场都很惨 帮羊鸡队兼差卖票的Sean 已被炒了鱿鱼 而Brookdale社区学院的Adam 也被停学了 不过说真的 让Sean继续做那没什么前景的兼差 不是更惨吗 而Adam也不过是个没什么出息的社区大学生罢了 何必计较呢 TOMONE NEWS原创贴图开买咯 快到YSOR下载吧